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10号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 本届大赛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为主题 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的风采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致信祝贺本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成功举办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粮食生产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390亿斤 比上年增加113亿斤 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百集系列报道三驱三周行 今天走进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日益阁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看安冲藏刀传承人图嘎老师 传授藏刀记忆 让搬迁居民走上致富路 各位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10号 农历10月26我是高凡 一起打开今天的中国三农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10号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向大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参赛选手和广大技能人才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 职业技能竞赛为广大技能人才 提供了展示精湛技能 相互切磋技艺的平台 对壮大技术工人队伍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积极作用 希望广大参赛选手 奋勇拼搏 争创佳绩 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的风采 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 技能人才工作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激励更多劳动者 特别是青年一代 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之路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有利人才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做出批示指出 要引导推动更多青年 热爱钻研技能 追求提高技能 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 培养更多大国工匠 让更多有志者人生出彩 为促进就业创业创新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有利支撑 据了解 经国务院批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从2020年起 举办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首届大赛 以新时代 新技能 新梦想为主题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规格最高 项目最多 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 综合性国家职业技能赛事 本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36支代表队 2557名选手参赛 10号是比赛的第一天 大赛具体都比些什么 现场的赛况怎么样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去现场看看 我这里的氛围可以说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这里是广州的广交会展馆 这一次大赛有什么特点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两个关键词 分别是大和小 大指的是规模大 这一次比赛总共有86个项目 分为世界赛和国内赛两大类 那这86个项目当中呢 涉及到了制造业啊 交通运输啊 等等14个国民经济的 这样的行业类别 而且啊 全部的比赛项目 都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那小指的是什么呢 小啊 指的是选手的年龄小 像这样一个全国性的 这样高水平的技能大赛 我们的参赛选手的平均年龄 还不到22岁 其中年纪最大的呢 有58岁 年纪最小的呀 只有16岁 90后的选手呢 占比是超过了9成以上 可以说是一支非常年轻 非常青春的这样的一支队伍 那除此以外啊 我们还观察到了一点 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 总共有141名来自全国的 建党利卡的贫困家庭的选手 参加到了这次比赛当中 刚刚记者介绍到啊 在本街大赛当中 有141位来自建党利卡 贫困户家庭的参赛选手 这一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还有很多的参赛选手啊 是来自于职业技术学校 那么如何通过举办这种竞赛 来进一步促进我国 职业技能培训的发展呢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通过竞赛啊 能够全面的推动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能够促进更多的劳动者啊 能够关注技能啊 学习技能 投身到技能活动当中啊 为他本身的啊 高质量和充分就业啊 为我们国家整个技能人才队伍的发展进步 能够提供一些支撑 据了解 本次大赛设金银铜牌和优胜奖 同时为了鼓励各地参赛 特别是支持西部地区参赛 设置了参赛队最佳奖和西部技能之星奖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三农报道 1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粮食生产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3,390亿斤 比上年增加113亿斤 产量连续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2020年农民重粮积极性 粮食播种面积止跌回升 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52亿亩 比上年增加1056万亩 增长0.6% 2020年全国大部农区气候条件较为适宜 并虫害发生较轻 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 尽管部分地区洪涝灾害和台风 对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但各地加强田间管理 农业灾情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有限 全国粮食作物单产 每亩382公斤 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0.9公斤 增长0.2% 夏粮和早稻产量分别为2857亿斤和546亿斤 比上年增加25亿斤和21亿斤 秋粮产量9987亿斤 增加67亿斤 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390亿斤 增加113亿斤 增长0.9% 全国31个省区市中26个增产 其中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新疆 粮食产量均增加10亿斤以上 10号上午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四场 教育2020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 介绍13.5期间 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情况 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求确保义务教育有保障 教育部介绍13.5期间 我国强力推进控措保学工作 截至2019年底 我国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8% 比2015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11月30号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 由2019年台帐建立支出的约60万人 降至831人 其中20万建档利卡辍学学生 实现动态清零 推动历史性的彻底解决辍学问题 13.5期间 我国大力实施薄弱学校改造工程 大力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 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大幅改善 截至2019年底 全国30.9万所义务教育学校 含教学点的办学条件达到基本要求 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99.8% 全国小学初中普通高中 接入互联网的学校比例 分别为98.43% 99.07%和98.67% 来关注近一个月来 蔬菜和猪肉的市场供应和价格 我们一起到北京的超市去了解一下 记者了解到 11月中旬 东厨大白菜集中上市 供应量环比增幅在30%左右 价格下降明显 整个11月 北京蔬菜平均价格为每公斤3.03元 环比小幅下降 而猪肉价格为每公斤35.19元 环比降幅为2.7% 猪肉价格自8月份开始 已经连续4个月回落 整体价格相比去年下降15%左右 据介绍12月份开始 进入香肠制作的旺季 由于消费需求的提升 以及局部地区下雪天气 和冷酷冻肉出库难三方面的原因 猪肉价格出现了短时上涨 但是整体看 由于今年下半年以来 生猪存栏以及母猪存栏 均持续稳定增长 因此未来猪肉供给将继续增加 目前全国生猪存栏和母猪存栏 已经恢复到正常年份的 百分之八十八左右 因此中长期内 新增产能逐步释放 生猪和猪肉价格的下行 将成为大的趋势 除了蔬菜和猪肉之外 鸡蛋也是老百姓 菜篮子里少不了的产品 近期鸡蛋价格的走势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关注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 宣化区的一家蛋鸡养殖企业 负责人张坠和正在指挥工作人员 将刚刚生产的鸡蛋挑选装箱 然后向往本地和北京市场 每天有15吨的销量 价格比上月增长一毛到两毛 现在是三块五左右 主要是元旦临近 需求量有所增长 另一方面呢 是原料价格的上涨 导致咱们的饲养成本增加 张坠和介绍 尽管近期鸡蛋价格小幅回升 但是美金3.5元的价格 也只是略高于成本 较去年下半年 美金6元的历史高位 整体仍然保持低位运行 也正是由于去年鸡蛋价格高期 养殖效益可观 去年下半年养殖户扩篮 补篮积极 造成蛋积存篮量居高不下 目前价格短时回升 也有去年下半年 这部分捕篮扩篮弹基 陆续进入淘汰期的原因 业内人士预计 淘汰弹基 获使得全国弹基存篮量减少 但是由于产弹基存篮量 仍然处于正常偏上水平 鸡蛋价格仍将保持低位运行 产弹基的存篮量 保持在12.3亿只 仍然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 鸡蛋的市场供应量依然充足 中国三农报道 聚焦三农热点 助力乡村振兴 一 二 三 走 百极系列报道 三区三周行 今天走进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玉树市日益阁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异地搬迁改善了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和住房条件 但也带来了就业难的新问题 当地政府通过扶贫产业园的联动帮扶 发展起了民族手工艺制作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解决了搬迁的后顾之忧 藏刀是藏族群众必备的生活工具 鞍充藏刀由于历史悠久 悬料考究 适样独特 在国内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 鞍充藏刀的制作技艺 只是在牧民们家族内传承 并没有成为谋生致富的饭碗 因为它制作工序复杂 制作难度大 一年也做不了几把藏刀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扶贫产业园的培训班改变了这一状况 图嘎老师是安冲藏刀的第四代传承人 随着搬迁 他的藏刀手艺也从安冲来到了玉树 2014年 民族手工艺培训班开办起来以后 图嘎就一直在这里免费传授藏刀记忆 他已经交出了近百名学员 他们没有文匹呗所以在我那里教一下 在这个学会的话再数日好一点他们都知道呗 所以再来得上多 日益阁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群众都是玉树市高海拔牧区的农牧民 搬迁之前他们依靠放牧为生 搬迁以后离开了牧区和牲畜 他们需要学习新的谋生技能 扶贫产业园的开办就是当地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搬迁群众就业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像我们这个扶贫局还有从人事局还有从政府层面 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培训的那个机会让他们去参加培训 学员们学成之后就可以留在产业园工作 他们制造的葬刀通过产业园销售出去 一把鞍冲葬刀少则卖几百元多则几万元 学员们因此获得不错的收入 鞍冲葬刀少则卖几百元 鞍冲葬刀少则卖几百元 鞍冲刀患有气管炎无法在高海拔牧区生产劳动 所以一度成为建荡利卡贫困户 搬迁之后他报名参加了图嘎老师的藏刀培训班 学成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认为建荡利卡贫团的 人家那个贫固货嘛 这个老百姓帮我们真的帮上了 他们也很多的技术的产业 现在家里交接好多得很 图嘎的培训班不仅让搬迁户们受了益 他自己也受了益 他的藏刀作坊在产业园区的扶持下 已经发展成藏刀制作和销售的专业公司 吸纳上百人就业 年产值达到三百万元 从政府层面 从我们这个扶贫层面就想了 产业园区的这些企业带动起来 带动起来让他们去 引领一些老百姓就业 除了藏刀制作 产业园还聚集了民族服饰 唐卡等各类手工艺生产企业四家 不仅为民族特色手工艺的传承发展 搭建了平台 还为搬迁群众和残障人士 提供了七百多个就业岗位 工人月平均工资 达到四千元以上 在产业园的带动下 玉树是日益阁异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的居民们 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 从牧民生活中的必备工具 到搬迁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产业 安冲藏刀在发展中实现了传承和创新 安冲藏刀的第四代传承人 图卡告诉记者 未来他还想继续提升藏刀制作工艺 不断地加入新的元素 让更多人了解藏族的民族手工技艺 我们继续地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为了防止境外疫情 随进口商品尤其是冷链食品入境 近期多地开展了进口冷链食品的集中监管 我现在是在杭州冷冻食品交易市场 每天都有超过50吨来自世界各地的 冷链食品运地这里 在被摆上餐桌前 他们都要在这儿历经层层关卡 在卸货月台 一辆载满西班牙进口猪肉的货车刚刚抵达 工作人员正在对一箱货物进行集中消杀卸货 并对每一批进入市场的冷链食品进行采样 这边登记信息这边就开始采样 分别成外包装内包装还有食品 三个方面进行采样 四周上下两面 我们都要是用那个烟尸子刮一遍的 视线转向北京 11月起北京市推广应用 北京市冷链食品追溯平台 消费者可以扫描产品包装 或销售柜上的电子追溯码 查询所购食品的质量安全和产品追溯信息 北京冷链自11月1号正式应讯以来 以累计注册进口冷冻冷藏肉类水产品的 生产经营企业3700余家 累计记录进口冷冻冷藏肉类水产品的品种 1.7万个 最近在北京房山区豆电镇豆电村的 肉牛养殖中心 3700多头肉牛陆续带上了新装备 技步器 养殖中心周围还配上了智能环境监测系统 通过远程监测和大数据分析 让养牛更精细更省心 挂在牛脖子上的黄色积布器 可以监测肉牛每日运动情况 通过物联网信息传输 大数据中心处理 智能终端显示设备等 当部署异常时 会触发报警提示 饲养人员在有针对性的 查看肉牛身体情况 在安全监测平台上 通过安装在牛厂及周围的摄像头 有害气体传感器 温湿度传感器和云端处理器等设备 还能实现养牛厂环境的 全方位立体化展示 以及异常情况报警 比如说安占超标了 那是不是我们牛脚底的生物电床 是不是该清理了 有了智能监测系统 在这家村集体办的养牛厂 3700多头牛 每天只需要四五个人进厂管理 当地还结合种植和养植 打造循环农业 牛脚底这个垫床 是我们生产模仿中产生的肺渣 管车添加了一些功能菊 能起到杀菊和分解牛粪变的作用 定期我们再把它拉到大田区 猪玉米和小麦产生的结杆 作为我们牛的饲料 来实现了绿色有机循环 近日在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当中 重庆荣昌警方针破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 查扣涉案船只两艘 近年7月 重庆荣昌警方在工作中获取一条 涉及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的重要线索 长江流域八南端 有个外号叫投油玻璃 在非法捕捞 而且非法捕捞领量非常大 经查 新一人陈某一长期组织人员 在长江江津洛黄 至八南渔洞段水域 使用电鱼机 三层网等禁用渔具非法捕捞 鱼货物由中间人负责销售给下单的鱼饭 及多家餐馆 在摸清该团伙的作案规律后 专案组兵分七路 展开抓捕行动 犯罪嫌疑人陈某一被现场控制后 民警从路边草丛中 找到了被丢弃的鱼货物和作案工具 据警方介绍 从今年七月中旬以来 这一犯罪团伙深夜驾船 非法捕捞近二十次 捕获长江野生鱼货物一千多公斤 非法获利二十多万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砍码中 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卤水管护分局 首次摸清了高黎贡山西坡 遍马峡区的 怒江金丝侯的种群数量 今年十一月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卤水管护分局工作人员 联合科研机构 借助录像设备 对高黎贡山西坡遍马峡区的 怒江金丝侯群记录拍摄 进行准确技术 经过现场技术和对拍摄视频再次复合确认 结果显示 该猴群拥有至少149只个体 超过20个家庭单元 其中最大的家庭单元 由多达13只个体组成 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数据可能是 目前骗马这个猴群记录最完整的一次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三农报道的全部内容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农业农村频道的微信和微博 更多精彩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